继续带您关心 从总统提名后就争议不断的 司法院正副院长人选 谢文定林警方 昨天先后向总统请辞提名获卷 新任任门人选已经浮上台面 以前大法官许宗丽的呼声最高 而今天深陷官审制 还有论文抄袭风波的林警方 更发表了声明 她说所有的职务都可以放弃 名誉和尊严不可践踏 任何职位都可以放弃 但是名誉跟尊严 必须捍卫不容任意的践踏 青上火线强调自己名誉已经受损 原先的司法院副院长 被提名人林警方拒绝再躺这滩浑水 这样的一个污蔑 我觉得要呼吁我们的法官 对于这种反害名义的案件 真的要同理来关照被害人 遭到指控在司法院秘书长任内 不顾外界反弹 硬推官审制 又深陷论文抄袭风波 和同样争议不断的院长被提名人谢文定 14号先后进入总统府 肯辞提名获卷 不过比起林警方 谢文定低调不愿多谈 现在心情上怎么样 很好啊 你看我心情怎么样 心情不受影响照样一早上班 但两个人前一天才辞退 新的可能人选就已经浮上台面 前大法官许宗丽接任院长呼声最高 副院长则传出可能由现任大法官罗昌发 两人搭档 不过消息一出 曾和许宗丽共事的前司法院副院长成众魔 很有意见 再去找人出来 再回到这个司法院来 他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绝对不可能现在又发生了 所以讲的话都是有点颠三倒四 直批新政府一面喊司法改革 一面破坏司法秩序何来说服力 司法院人士风波想平息 看来没那么容易 记得庄级吴翔三台北则传报导